簡直就是台版N号房 这是一名六姓男子被检举长期在各处地点 利用摄影器材低久度偷拍女子群体风光 后续在后置分类在网络上来贩售 五年来受害者超过三千人 这男子不法获利勾达千万元 如今沟雄地险组侦查终结 对男子提起公诉 被警方带出来的这名六姓男子 就是流窜在北部的偷拍狼 警方调查被他偷拍的女子就超过三千人 男子将GoPro偷偷藏在背包里 趁机靠近女子并且偷拍她们的群体风光 三十六岁的流星男子从一百零六年起 就常在捷运站百货公司跟高中等地点 寻找不知情的女子或高中职女学生 用低角度偷拍她们的群体 平常又在穿裙子还是会害怕 就是裙子里面还是要再多穿 多加衣物来保护自己这样 我会直接就是跟他说不能这样 还是这样应该会吓到啦 流星男子一百零七年十一月起 就透过通讯软体 以两百到五百元的价格贩售 不乏影片给买家 到了一百一十二年二月 还透过通讯软体经营频道 将私密影片编号之后出售 买家购买前得先除值 大约两千台币的泰达币加入会员 会员一共分成三个等级 一般会员可以看见被害人的露脸目录 但是不含非法影像图 一般VIP和尊贵VIP会员 才可以看到目录非法影像 以及学生影像的购买权限 而这状况被号称 根本就是台版的N号房事件 这样是不对的啦不行啦 都上网卖的话 这样子一定要报警的 对啊 一定要惩罚这个人 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 原警在料性男子台北桃源的住处 进行搜索将人逮捕 检方统计被害人大约有三千七百九十二人 不发所得超过了一千万 虽然嫌犯已经落网 但偷拍的手段曝光 恐怕会让不少女性人心惶惶 接着苏惠婷刘启文高雄报导